你去做什么 比如说去陈总这边 你做什么职位 市场的品牌的一些推广 运营 营销 包括团队的建设 培训 其实我都能做 那凭什么要把这个岗位给你呢 因为我现在已经成长 其实我已经 你看 说到这个地方又变成了 就是每次我们有一个求职者上来说 为什么你现在的工资要比以前高 因为我现在成长 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 就是这样来讲吧 就拿我的第一段工作经历来说 其实我能够在短短一两年时间 能够开发全国的 说白了吧 说这么多就问最后一个问题 你要多少钱薪资 我的要求是八千 八千 八千倒是不高 没有地域限制是吧 没有地域限制 目标企业是陈不衡 徐磊和杨荣 什么 不 还有其他的一些企业 因为包括 咱能不能不说那么广啊 哥们 你还真是不像一个创过业的人 你广撒网啊 其实就知道找一家企业 假如陈不衡或者杨荣 你说好 我是做市场的 我是 你学管理学过木桶原理 对不对 你是那块长板 能补它的短板 它什么地方短 为什么你能补它 把这说清楚了 你工作就能找到了 就以徐总这边来说吧 徐总这边 他主要是做一些投资的 这一个公司 在我们南充 有一个做农业的 做生态农业 他现在走的一个商业模式 就是走连锁的一种模式 然后它的前端有很多超市 给他们做一些定点的一些种植 然后他们去发动当地的农民 然后去种植 然后他们来收购 然后他会去卖农机产品 会卖农药 发肥等等一系列的 这么一家公司 第一呢 你确实不了解新空投资 因为新空投资 是一家典型的产业基金 就农业可能根本不在 我的投资标题范围内 假设说你真的对这个项目 特别觉得好 你自己参与进去就好了 就应该你是一个企业的经营者 你过去不是做投资的 就你前面的这整个过程 多少让我们有一点点感觉 搭便车我要稳定一点 我要跟一个大老板往前走 你的企业更大更稳定 这个不管什么阶段的企业 尤其在高管层面 管理层的这些人选上 我们都不会这么考虑 以后你将来创业 也要找别人融资的时候 用刚才这种概念的语见 根本融不来钱 一定说数据 大概我们投多少钱 能收到多少回报 全部是数据 而不是概念概念概念 曾经创业的人 在我们的平台上 应聘的很多 很多人做了总经理 最怕的是什么 高不成地不就 他说我从一线做起 我不想了 我还可以想帮助企业 来拯救企业 帮你来做得更好 我还扶主一个老板 来做事情 但是我要做总经理 又做不了 八千块钱 在北京北上广 是什么岗位呢 是大学毕业生的岗 一个岗位 你说让你带十二个人 多少说 敢让你带吗 不敢让你带 那么我问你 你愿意不愿意 不带人做市场推广 从销售做起 其实我来到这里 我就是想跟进入一个好的企业 不管做哪个岗位 我都能够去接受 这个市场里边不是说 我丢个一个岗位 丢给我什么 我都做的 而说我有什么本事 我擅长什么 我一定把这设计做好 这是你求职的法宝 因为其实这是一个 自我认知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 应届毕业生 你说我去所有岗位 我都可以尝试一下 那个时候你是张白纸 怎么样都行 但因为你想一想看 您是七八年的 对吧 已经很多年功夫经历了 这个时候 你的自我认知非常重要 到底你清不清楚 你的厂板在哪里 我其实想建议陈勇 你认清楚自己的优势 然后认准一个岗位 你之前的那个方法 让我想起一个段子 说你走到药店里 人家问你买什么药 你说我随便看看 然后说问你有什么病 说你看我有什么病 是吧 然后问你买什么药 你说你们这都有什么药 你的感觉像这个 因为找工作不能这么找 认准了 你能认清楚自己 我们才敢用 不是说我现在 好像就是可能 喂不家的这种孩子 就是一个可能白眼狼 可能进入公司一段时间 然后走了 每个阶段不一样 他一定人是这样 可能刚开始 我们看到一个事物的高度 没有这么高 但是你经过了 一段时间的沉淀 包括你去学习之后 可能你看到事情的 另一种方式又不一样 我认为是这样的 来第一轮选择虚口率 还有两盏灯 天生我有财 进入职场行商课堂 来请听题 领导提拔能力差的同事 却把难的工作安排给你 但同时给你涨工资 是何意图 这个事情应该是可能 领导要重用你的时候 就应该到了 然后因为能够给你涨工资 肯定能够 其实钱是能够决定 一个能力的标准 应该是这样 那他为什么要提拔能力差的同事 提拔能力差的第一个 看有没有群带关系 第二个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式 应该是这种 做这道题的时候 你没有思考过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吗 就是真正的管理是什么 管理一定不是透过自己拿结果 而是透过别人拿结果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趴当中 就是失落 因为我没有看到 您在这道题上 对带团队能力的展现 反正会过分地自信了 有点 刚才解读这个题 根本把这个题 没有做根本的判断 我们讲职场情商指的是 你怎么判断领导的意图 他的问题非常清楚 领导的意图是什么 那么你知道 提拔和掌心 是激励人才的手段之一 我给一个人提拔 给一个人掌心 两个人都激励了 但是为什么提拔那个人 做团队的主管 就是他能够领导别人 你作为没有提拔你 你就会想歪了 说没提拔我 领导肯定是 第一看着我 第二领导可能提拔他亲戚 提拔了其他人 我觉得没有领导力的一个表现 就是说为什么提拔能力差的同事 首先这个能力差 是你的主观评价 有可能是错误的 如果说客观上他就能力差 那有其他的考虑 我直接给补充几个建议 第一个就是换位思考 一定要知道有目标明确的 第二个叫资源交换 你无数次地说 你要到企业里学习东西 那我为什么要培养你 但是如果你换一个想法 你不去做高管 你做一个地方的渠道商 我相信你的过去的创业经历 资源都能被用起来 你可以跟其他人说 如果你们想在当地 有一个渠道商的话 我可以做 我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职场讲资源交换 20岁可能就是拼做事的体力 30岁的时候拼能力 40岁的时候就要拼资源 所以你在40岁的年纪 你踏入一个跟20岁人 拼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策略上的不对的 说白了 其实你还是适合回到你的老家 去做点小事 你就别做那种大的事 做点小事 然后把一件小事做成功 做个小商人 不也挺好的吗 要那么大干什么 来 第二轮选择虚核瘤 这请 谢谢 所有的老板的一些建议之后 其实给我人生的方向 有一个重新的思考 应该来说 有很深刻的一些认识 包括未来的目标 方向 我会更加的清醒去往前走 进行 在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